Yay! 今天我們要來參加 Brompton小步杯 冠軍的話 會有一台比價值超過7萬元的 Brompton小步 Yay! 今天我們要來參加 Brompton小步杯 去年看到大家在觀山河濱公園騎得這麼開心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入手小步 但現在我已經正式入組了 而且在前陣子我為了這場比賽 也去把我的輪組換成碳纖維版輪 我們現在就即將已經 你看我完成報道了 號碼部都別好了 待會我們會有兩個階段的賽事 第一就是各組的預賽 小組賽每一組要繞行五圈 然後只取前五名進到決賽 聽說今天決賽 如果你拿到Brompton冠軍的話 會有一台價值超過7萬元的 Brompton小步可以帶回家 非常期待 究竟我們今天能拿到多少名次 我們待會熱身一下 準備開始今天的挑戰 熱身的時間 待會要大家一起暖身繞圈個幾圈 適應一下 我的車子換上卡榻之後騎起來的感覺 這樣比賽呢 就是你要從後面的地方衝過來 組好你的車才可以開始進行你的五圈賽事 所以我先來練習一下主車 畢竟非常不熟 準備一下 準備一下 這速度還可以嗎 這個速度 這樣算一下 10秒內 我算是有跟Red Bull車隊差不多 就是在那種裡面算是 偏快 沒有真的最快 希望我等一下 出騎會的時候 是可以在前五名出發 因為畢竟有些職業玩家 他們變檔真的是超快的 那個這樣 就直接改好了 這個又職業 有吧 小步有職業場 等一下 這個有點攸關你的成績 因為你的出發 會是攸關於你的裝車技術 所以如果你組裝的越慢 你出發就會越慢 就讓人家越多 第一名是一台車 沒錯 所以目標是再拿到一台車 目標是要把這一台 欸 六七萬的車耶 冠軍獎項那麼大 如果可以拿到第二台 不要不要 好我先希望拿到冠軍再說 預備 GOGOGO 加油 加油 有 加油 你不要紧 慢慢爽 慢慢爽 出發了 我的策略 慢慢咬著前面的人 跑很大隊 不管能成立就要成立 為了 我把我的策略 可以 我的策略 那幾句話 我把諒話 就被親了 我能過 捐啊 我的策略 都 Cesc 我能過 我能過 你 吃 你的策略 吃 吃 吃 我們 你 我的母親羨慕你和你的紅白白白 讓你拿你的槍 拿你的槍 拿著我的槍 拿著槍 拿著槍 告訴你的心情不要走 我們羨慕的孩子在那裡 那邊 驚險進到決賽 我剛剛是分組第三名 其實預賽蠻刺激的 也是我很少比的這種繞圈塞 然後我出發之後是第四順位吧 組好車出發 大約花了15秒 然後一出發之後其實距離前面的一個集團離很遠 但我旁邊有一個集團 所以我就跟我旁邊的車友 算是互相輪 然後到第二圈左右 我們才慢慢跟上第一集團 那其實比賽很耳於我詐 因為我一直往後看 看後面的人有沒有出來輪車 前面也一直看我 然後一直這樣 小雞展翅 一直叫我出去帶 然後我在對面那個直到的時候 通常是比較逆風 今天相反是比較順風 但過了這個直線 最後的這個加速段 反而是很逆風的 所以整體的路段 我們一直在耳於我詐的 我要不要跟 我要不要退 我要卡在哪個位置 我就很緊張 那我的策略其實一開始就沒有要拿到冠軍 只是最後才前五名進來就OK 所以我們最後發動攻擊是在最後一圈的時候 然後這對面直線 大家其實是大加速 突然一個瓦數拉開 所以看影片可能會看出來 原本是一個團 突然拉成一個直線 然後進轉彎之後 我就開始準備加速 但後面也全部都吃上來 還好進決賽 但我覺得 我剛剛應該已經是九成立這期了 就是我已經可能只剩一分的力量可以衝刺抽車 希望等一下最後的決賽可以進到前五名 11點半 出來帶啊 出來帶 不要跟了 出來帶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希望決賽可以加油 我那一組剛剛太多冠軍了 你看我後面那個坐在椅子上那個 他是新加坡冠軍 他剛剛還很輕鬆耶 我等一下目標跟住他 冠軍的氣氛 就是他一直這樣 加油 加油 小心 加油 加油 我們還要尋找一下 忍著 加油 加油 … 你也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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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最後那個彎位置沒有卡得很好 出不來 所以我就被外拋了 要加速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我最後是不是第五名 沒有衝過那個外國人 可惜 距離Broughton冠軍的位置差了快50公尺 好遠追不到他們 好玩好玩 等一下我們等頒獎 第五名叫什麼 好像是一個 那個手把吧 好玩好玩 只差Broughton一點點而已 手把也是不錯啦 有比現在手把好嗎 不確定 但我現在手把很不錯 剛剛這強度跟預賽差超多 決賽大家真的是沒在讓 一出去 哇 那個瓦數 那個攻擊的力量 不同檔次 第五名 我們四十號 梁哲瑞 哲瑞教練 平衡跑步現在來這邊 宰殺我們 哇 我覺得也是我們二九 非常好 非常好 來來來來來 我的車咧 我的車咧 來啦 第五名 耶 終於成功拿到我的獎牌 還好我在最後還是有想辦法撐住 我覺得決賽跟預賽真的是落差很大 決賽整體的完成時間 比預賽快了20秒的時間 所以決賽強度真的是更高一籌的 而且在過程當中 我覺得更加比的是心機啊 大家在過程當中 你不帶我不帶的一直往後看 然後就是有點集團又散掉 然後大家停腳休息 就是不出去帶就對了 因為整個逆風很大 但我還是要非常 respect 我們這一場次的第二名 就是康教練 他超強的是他五圈幾乎都在前面頂峰 所以從頭到尾 他應該是做工最大 我剛剛去看他的瓦數 五圈都是320到350瓦 很可怕 我是第四個或第五個順位黏在後面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我在繞圈賽的經驗比較不足 所以我在最後一圈 彎到準備接直到的時候 我有點外拋了 我的位置沒有卡得很好 所以當一進直到加速的時候 第一個是擋次不一樣 他們一攻擊 反應時間慢了兩秒 就整個被拉開 第二個是我的位置太外側了 所以他們走線就可以 比我們少了一點距離 最後我們距離 第二集團跟第一集團差了兩秒的時間才到終點 然後也很可惜 我最後進來壓線的時候 被一個非常厲害的老外 他也是其他戰有拿過冠軍的選手 他贏了我0.04秒 可惡 差一點點 但我看那個獎品 他是倚墊啊 啊我這個第五名是一個把手 但我個人是覺得把手還不錯 然後也拿了 JK提供的外胎內胎 前後一車份 還不錯啊 報名費只要500塊 賺到這麼多獎品 我覺得也算是值得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參加 Bronton小布杯的一個心得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確定明年還會不會有這樣的比賽 但如果有興趣 我覺得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因為現場其實很多人都是4FUN好玩的 但過程當中 大家都是騎這種小折 然後在進出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獨特 平常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感謝主辦單位 我們期待明年有機會 把名次看得面再往上調一點 我是你的教練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這裝備組改裝還不夠 繼續改裝 改到拿冠軍為止 要放單氣了 到時候 徵求廠商 歡迎來業配 我現在第五名 他有機會 有機會挑戰冠軍 我要成為Bronton台灣戰了 Champion 因為他這上面有一個名牌 是台灣冠軍的這個鐵牌 你沒有我幹嘛拍 可惜啊 下次 下次見 給大家看 下次見 下次見